小哥在山里拉货时被一只小鹿拦住了去路 他正一动不动地趴在马路边上 心生好奇的小哥把车停在了路边 然后慢慢地走了过去 看着陌生人的靠近小鹿并没有离去 而是继续趴在那里纹丝不动 小哥本以为小家伙是受到了什么伤害 可仔细观察了很久也没有发现伤口 这小家伙八成是跟丢了大部队 自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小哥推测他的妈妈肯定教导过他 如果迷路了就待在原地不要乱跑 没想到这小家伙还真听妈妈的话 虽然小鹿没有在刻意躲避小哥 但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害怕眼前的这个陌生人 身体止不住地在颤抖 可正当小哥站起来准备离开这里时 这只小鹿却鼓起勇气 起身拦住了小哥的去路 他用舌头舔湿他的衣服 嘴里发出了强烈的叫声 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 他希望小哥帮他找到自己的妈妈 可小哥也有自己的工作 没有办法只能转身离开 小鹿始终都跟在小哥的身后 因为他知道 眼前的这个陌生人 是现在唯一一个能帮助自己的人了 看着这只可怜的小家伙 小哥实在是不忍心弃之而不顾 放下手机抱起小鹿找起了妈妈 在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寻找后 最终在一个栅栏的后面找到了小鹿的妈妈 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 小哥发自内心的感到开心